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快手平台出品 陈某人播讲 幸存 2011年 我接到了一个旅游团 去云南旅游 这个团队是一个小公司 全部都是年轻人 定的路线是云南 丽江西双版纳五日游 对于导游来说 接待年轻人的团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呢 年轻人好说话 也受纪律 在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从大理赶往丽江 当天下着小雨 因为往丽江走的路都是山路 我们的大巴车行驶的比较缓慢 这一路上 我给大家讲了 大理往丽江这段高速公路 有多么的危险 出过多少的事故 还讲了一段 我曾经的同事 遇到车祸去世的故事 这期间 我们同旅行 设的一辆大巴 也跟在我们后面 等行驶到丽江 大概半个小时路程的时候 车当着一个美女 突然间站起来 喊着非要上厕所 我劝她忍一忍 因为高速公路上停车 是非常危险的 没想到这个美女呢 说赶紧停下来 不然就尿裤子了 看她样子 实在是忍不住了 后来 司机只好停车 我赶紧的下车 跑到后方 设立了警示牌 以往后面的车追尾 而这个时候 跟在后面的 同旅行式的大巴 赶了过来 司机对我们闪着灯 示意我们不要停车 很危险的 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 五分钟之后 车子启动了 重新的踏上了路程 大概行驶的不到两分钟吧 在下一个下坡的拐弯处 我们发现了 刚刚跟我们擦肩而过的大巴 轻人翻到了路边的深沟里边去 情况非常的严重 我们赶紧的停下车抢救 这次事故 有两位旅客身亡 若干乘客受伤 后来在丽江的时候 那司机说 如果不是那个美女 强烈要求停车的话 也许翻到深沟里边的 就是我们的那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快手平台出品 陈某人播讲 幸存